鄉親大家好 大家晚安 國民黨洪秀樹 目前是初選唯一的候選人 但是很多國民黨在問說 洪秀樹到底是靠得住還是擋不住 靠得住讓他算 擋不住 誰人來選 這個問題很大 所以民調怎麼做 徵召怎麼搞 朱立倫主席怎麼當 是要先當 再請假 還是請假以後 繼續再去搞這一堆 複雜得很 但是選舉到底會不會決定 國民黨不但輸掉總統 輸掉立委 可能在台灣全都會偶爾去 關鍵重大 我們要切下去 跟各位介紹 憲長 各位來賓 第一位 立委 莊瑞雄 主持人 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 代表錡旗 王秀慧珠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剛剛差點煉成秋風光 來 還有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余梅梅 大家好 資深媒體的翁水町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資深公益是我們的鄭春琦 大家好 好 洪秀柱一再被這個謠言所困 又有人勸退 又有人說 不用怕 你的民調一定過 又有人說仇聖喜 連洪秀柱自己都搞不清楚 到底他怎麼面對 我們看看他今天面對的狀況 即使忙於布局選總統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當一天和尚 壯一天中 準時到立法院主持會議 由於國民黨打算在12號 13號舉行初選民調 規劃把證件會改到中常會來報告 以及民調方式是否要踩85%的對比式 以及15%的支持度來計算 還需要再跟洪秀柱溝通協調 民調的這種比例的方式 還是把互比試放進去 我是不贊成的 我不是在爭取什麼 我在爭的是一個制度 我心裡當然還是期盼有更多的證件發表會 但既然如此說 那我們也只有接受了 證件會自己辦 洪秀柱老神在在 因為他的民調有順勢上揚的趨勢 根據平面媒體最新民調 洪秀柱的支持度有38% 六天之內上升3.3% 跟蔡英文對比 洪秀柱的支持度有27.3% 蔡英文有31.4% 兩個人只差距了4.1% 被蔡英文形容是有趣的民調 看看就好 洪秀柱不甘示弱 蠻有趣的民調看看就好 我也認為看看就好 但是我不會說是很有趣 他說很有趣看看就好 就表示他眼角眉少流露出來的歧視 他非常有自信 我們也祝福他的自信 洪秀柱要蔡英文別太自滿 但黨內扯後腿的力道也沒少過 傳出有國民黨立委 要洪秀柱試項一點 退出總統初選讓A咖上陣 就連黨主席朱一倫請假三週 不主持中常會 也被說成是在冷針召 大家放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另外中常我是中常會的部分 那其他的會前會或會後的檢討 在下班之後我還是會參與 競賽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你退出 像話嗎 我還有沒有這個人格呢 我要更加的努力 來讓他們對我有信心 你說是不是孤孤怪怪 人騎頭騎前的人叫他回去 朱立倫不應該回去 他說接下來三個禮拜 他要回去 但是不管怎麼樣 各位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洪秀柱到底有沒有機會通過初選 那叫中國事務 今天所做 是很有可能的 你看看我們這邊 如果純粹的支持度 三十八趴 不是說三十趴 總共要四十趴 如果跟蔡英文對比試 不好意思 人毛二十七點三 蔡英文也贏他不過四點一趴 現在也不夠六月初 所以要衝到三十趴上面 是非常有可能 但是 雖然兄 我請問一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到今天一邊我們看到民調 我們一天看到另外一個報紙講說 高層還在說 我們定調不卡紅 意思就是一直到昨天為止 都在卡紅嗎 高層定調不卡紅 其實這個事情社會大眾很清楚 洪秀柱要出來的時候 他自己講說他是來拋磚隱喻 所以國民黨現在高層也認為說 你自己沒有誠信 你當初你本來說 你要拋磚隱喻的 你是要扣這個大腳要出來而已 你怎麼扣到最後 好像勢不可擋 你怎麼到最後好像是變成 你紅袖柱很特別 代表國民黨來參選 把國民黨這些高層給嚇死了 但問題是說 朱立倫身為一個黨主席 他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把整個黨最大腳扣出來參選 結果現在顧不顧 顧不顧 現在變成讓馬英九有一個 見縫插針 有在後面操控的一個機會 但問題是說到底誰會出來 第一個 每一個政黨 尤其是國民黨這些 標榜的初選的一個制度 你朱立倫身為一個黨主席 你也講說要讓這個制度走完 那我們要問了 就是說如果這個制度走完了 那是紅袖柱出現了 那要不要再徵召 這第一個 但問題是現在查蔡英文 人家說我會查四趴對不對 這個比較有一點比較接近真相 像你前面講說什麼五十幾趴 那個其實是代表一些民眾的一個憤怒 立法院現在我們在立法院都在猜 在猜說 紅袖柱什麼時候 那個默曬都要連下來 默曬真的連下來之後 國民黨就怕死了 所有的田王級的如果讓紅袖柱的民調 一飆高以後 你到最後你總不能講說 我紅袖柱你那個 你那個民調是靠眼淚飆出來的民調 所以不算還是要徵召 所以到底會怎麼樣 國民黨現在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當朱立倫 當朱立倫跟王金平 他們兩個人本來是有意願 朱立倫有意願讓王金平選 王金平在五月十四號 他發表那一個 他不領表以後 整個國民黨全部都會灰 所以這場大戰裡面 到底是馬跟朱到最後 他們要決戰還是說 就很簡單 大家都聽話 到最後我這個這個 這個最高職位的一個黨員 馬英九 我來指定誰來參選總統就好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洪秀柱這個民調 我看他到最後很難喬 到最後這半個月的時間 關係到整個國民黨的心跟拜 為什麼跟心亡跟跟跟到底會不會失敗 你這個政黨裡面 你這個初選制度 走散了如果要硬喬把他給喬掉 所以一定要徵召誰 我相信社會大眾一定會講一句話 你要徵召的人 跟洪秀柱比一次 那如果徵召了你所謂是天王的 不管是無敦義 或者是你是江儀化民調一筆輸給洪秀柱 然後你就說現在就是徵召 徵召非洪秀柱 我看支持國民黨的這些傳統支持者 他心裡頭也不符 是 各位朋友 我們來看這個報索頂頭 黨內籌算 這是今天暗部 黨內籌算高層定調不卡紅 但是頂頭必須跟李四川打臉 郝龍斌兩人的溝通誤會化解 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 整個初選到今天為止已經確定了 所以從今天開始不卡紅 但是我請教這個惠珠 如果不卡紅 洪秀柱到底 既然已經不卡紅就算了 洪秀柱到今天還在講 高層有人要我退選 而且最好不要做民調 你有聽到這個事情嗎 你們是對基層跟高層 對洪秀柱的態度不一樣嗎 這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他真假 如果是真的話 那就洩漏太多本黨的機密了 第一個就是高層不和 李四川還有這個好農民意見不一致 李四川代表又是朱立倫 那就是朱立倫跟好農民意見不一致 第二就是他們原來是要卡紅的 現在他們意見一致了以後就不卡紅了 所以我覺得這篇報導 不管哪一個偉大的高層人士放出來的 實在是太不治了 這個新聞對黨高層也不好 對這個洪秀柱也不好 對國民黨也不好 那國民黨是一個黨員很多 然後各有不同看法的政黨 所以有不同意見這是必然的 比方說不要說這個洪秀柱啦 在所謂的A咖裡面就有人支持張三 支持李四有永張三的永李四的立委 大家就意見不一致 但是黨員很多意見很多 可是制度只有一個不是嗎 對制度只有一個 那為什麼還需要去喬東喬西 要他退選要他不要做民調呢 這個是本黨第一次有一個正式的 總統黨內初選 而且是正式的要初選 以前馬總統那幾次其實都是登記了就算了 就已經算是提名了 所以對本黨來講也是大姑娘上轎第一回啊 第一次辦總統真刀真槍的黨內初選 那顯然到目前為止 黨中央本來好像還要辦假的 這個黨內初選 到什麼時候 你認為現在已經開始在辦真的的嗎 到今天這晚報 如果他不是假消息 他就是辦真的啦 可是這個晚報 明天應該還會出晚報吧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至少我們看到定調 第一個洪秀柱也接受了 就不辦證件會 六月十號到中常會洪秀柱呢 發表一些參選的聲明 然後六月十二號十三號做民調 這些部分是已經有共識的 唯一沒有共識就是民調的題目怎麼定 民調的百分比怎麼去計算 這個洪秀柱跟黨中央還有不同的意見 那可能最後這一段時間再去做協調 假設這些都協調完的話 那就是選真的啦 是好那我來問一下 現在協調到最後就是本來是講北中南東各辦一場 現在變成中常會報告一次然後開放轉播 這是誰的誰決定的 春啟這是朱立倫決定的 是他管的嗎 他為什麼要決定只能一次 而且不能辦證件會 我是覺得這個很奇怪啦 既然邀請人家參加遊戲 那如果這個時候真要做民調 應該給他最大一個機會 讓洪秀柱被這個社會看到 你也不是黨內民調 你也不是說中常會民調 你怎麼只是在現在中常會裡面這個格局太小 擺明就是不給人家機會 我覺得為什麼這個這個國民黨在高層要玩這種遊戲呢 春啟對不起我補充一下在這邊 你說擺明了不給他機會 那那還是卡紅不是嗎 所以我是說印度那那就是卡不住就一直鬆一直放一直讓 這個過程多麼的難看 這個搞不清楚 那好那一說是卡紅也好 或者是說他總之黨內高層 說你要四向一點叫他要退讓 我是覺得我們不要放低標準 不要用高標準來看國民黨 說什麼遵守制度 洪秀柱說真的是制度 我們是按照民主遊戲規則 我們都把這個放了 好吧那你說至少 慎選是點硬道理 一切手段都要服務慎選這個目的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能夠把洪秀柱弄下來 不管卡他弄他整他或者什麼請他下來 那就告訴我取代洪秀柱的是誰 如果這個人沒有達到國民黨有慎選的這個機會 誰弄洪秀柱然後安排自己的人 那我想會折起更大民怨 而且很多搞不好深藍的都會反彈 我們能夠容忍說你們這樣不按照遊戲規則操作 是希望說能夠真的推出個天王巨星 能夠打敗至少有打敗蔡英文的機會 如果這個相差太遠 我認為那個後面的代價會很大 所以國民黨在高層你玩到現在 我認為已經是回不了頭了 四項一點讓洪秀柱一路走到底 如果我是國民黨 假如我認定洪秀柱最後跟蔡英文是沒有拚 那對不起 國民黨不管卡不卡洪秀柱就算正式走完也要把他卡住不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出來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不是這樣 沒有錯 今天洪秀柱跟國民黨的這個關係跟態度好有一筆 是什麼 一百公尺白米衝刺 什麼意思 人家白米開始 然後名槍起跑 砰 然後就開始跑對不對 是 他跑的同時 我們一百公尺後不是要有個終點線嗎 然後呢 終點線就是國民黨的提名 然後洪秀柱開始跑了以後 那個終點線也開始跑 你知道嗎 永遠都追不到 現在變這個樣子 那麼剛剛這個前輝柱議員講到那個有關於如果這篇報導是真的是泄密 那我想可能前輝柱議員要小心一點 想想記國洞 你知道嗎 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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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真話可能會面臨到這個樣子 難道國民黨的這個初選提名是玩假的嗎 難道洪秀柱的提名是僅供參考嗎 沒有你就不要立這個規定 沒有你就不要 我說他要的 沒有你就說好 這個初選規定對不對 初選出來了以後我們僅供參考 不然你就這個樣子嘛 你現在立了一個遊戲規則 既然訂下一個遊戲規則 你就要遵守他嘛 那洪秀柱為什麼會突然間他的民調升高 我告訴你 中國國民黨一百多年以來 新中會同盟會國民黨 中華革命黨 中國國民黨百幾個 由於孫文開始滴滴滴 包括那個要稱帝的袁世凱 每個人都比你強 比現在這些中共國民黨 所謂A咖 老人家人 強太多了嘛 那現在這些男人 沒有一個是男人 然後人家一個女人跑出來 我願意為黨這樣犧牲 結果剛剛水龍說的嘛 他拋磚引玉嘛 是 結果洪秀柱拋磚引玉 他想說一定會有人跟上的啊 所以他喊 衝啊 殺啊 走出去之後看後面 就沒人就起來了 變成這個樣子啊 所以他有這個勇氣這樣做 你們這些人沒有一個有勇氣出來 等於說跟他一起站在救黨救國 你們自己本身的那個想法啦 那你還不讓他選 還不斷地要欠退 都已經到一關地步跟一關聽到 跟一關勘戰嗎 國民黨的這些所謂的男人的A咖 每一個人還如此的怯懦 讓人家看不起 現在洪秀柱跟 不要講說拋磚引玉 就算洪秀柱是磚 你現在是丟磚 那你倒不能撿出一塊玉出來 我們就看不到後面有玉 你今天把洪秀柱搞掉 剛剛就講說 各個都已經不是男人了 各個都已經不是人了 你還這麼找不到玉 這問題是這樣 所以他剛才說的一百公尺 打個起跑 民槍開跑 其實不是這樣 這個騎勢狀況就是這樣子 一百公尺有人站在那邊 一個是洪秀柱 一個是洪秀柱 另外一個是 其實是王金平站在後面 準備上去 然後裁判民槍 第一槍什麼不是開跑 而是先把對著王金平 先把王正平打死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那一把槍 妹妹 是不是還在終點 等著洪秀柱 這把槍的子彈叫做什麼 叫做百分之八十五的對比 就是跟蔡英文百分之十五的支持度 就到地方叫做不卡洪 可是掐死洪 不是這樣 那把槍的這個神槍手 到底是誰啊 我在想不是朱立倫 就是馬英九 洪秀柱 竟然說是拋磚引玉 對不起 我也覺得柱柱姐很勇敢 但是你既然是拋磚 你是磚嘛 所以磚就是注定要被拋磚 做的命運嘛 高層他很生氣說 你明明就是磚 叫你出來演戲 你還真假戲真做 所以怎麼辦 你看他這個是一關又一關 照道理說 郝龍斌已經跟他講到說六月底了 對不對 那要做支持度民調 那為什麼一個李四川 可以出來打臉 他還是召集人 而且時間你要令在六月十三十四 就這麼剛好 朱立倫這三個禮拜要請假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 從先從明天開始吧 一直到民調做完了 這個朱立倫剛好都迴避掉了 所以這裡面大家就有一些說法出來了 第一個 這是朱立倫的意思 那朱立倫就是老實說啦 形式上我說不卡紅 因為如果我在很高壓的態勢之下 紅袖柱的民調肯定還會在直線上升 所以我現在我用規則 我把時間提前清 我是在死的卡紅 但是我形象上我不卡紅 但是我讓你呢 六月十三十四號的時候 反正到最後你就會被幹掉了 那被幹掉了誰要出來呢 這個時候 朱立倫如果請假的話 有兩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 人不是我台 你這個專備拋掉 不是我幹的 因為我已經請假了 第二個 如果是我朱立倫要先生不出乎 奈昌生河 我總不能自己徵召自己吧 就剛好個不在場證明 那人家就把他拱出來 這是一說啦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馬英九 那馬英九當然他心中有所愛 我認為對馬英九來講 他就想安全下莊 如果能的話 朱立倫你願意的話 我小以大意你願意出來 我覺得馬英九會樂於見他出來 甚至於都不排除王金平出來當副手 朱王沛 那可能是一個戰力堅強的組合 要不然的話 就是他的吳敦義要把他拱上來 這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是這樣 我認為以洪秀柱最近一再的推讓 聲明大意 到最後你也不要排除 他聲明大意為了黨的團結 含淚退出 這也有可能啊 你認為朱立倫沒有意志 不管是嗎 錯了 是誰說一定在六月十二號 跟十三號做民調 不能拖到月底 就是朱立倫 只能在中央中常會做 所謂的證監發表會 是誰 朱立倫 他沒有意志嗎 有顯見 這些跟請假 是一套的 這段新聞稿 休憩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這段文說 鼠中吳大將 廖畫作先鋒 結果廖畫真的去作先鋒 其他人都快要發瘋 洪秀柱到底有沒有可能出現 可能煩惱的 真的是國民黨的高層 不然怎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我們看一下 洪秀柱 現在是說六月十號 起中常會報告 醜算的民調十二號跟十三號 十四號調查十五號 又出爐十七號就報中常會 我要強調一下 這一切都是朱立倫 是朱立倫 不是好農賓 也不是李斯坦 是朱立倫定調的 可是朱立倫他又說 從六月三號請假 一路請到六月十七號 誰說什麼 那這樣我們來講的時候 朱立倫在裡面 不像沒有角色扮演 就算他暫時請假 不是嗎 朱立倫當然有角色 可是我們怎麼想就想 就是說這在總統提名 對一個政黨這麼大的一個事情 你為什麼會去請假 第一個中常會開會的一個時間 他可以去做一個改變的 是 民進黨在開中常會 很舒服的 你要找分寧開 找到台中開 時間又輸在 我們只要當中央 只要訂下一個時間 大家都會配合 何況說 剛才有一個總統代算 所以第一個我會覺得說 朱立倫到底是 葫蘆裡面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你猜不透 國民黨的現在在玩什麼把戲 你看不透 但是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邏輯去思考就是說 大家都為了自己的利益 馬英九大家講說 他是為了安全下樁 他的人選就有幾個呢 他的人選至少有吳敦毅 至少有朱立倫 至少有一個江儀化 什麼的 穿過什麼的馬金江河堤 怕死人在河堤 不是三批個合體 另外你注意把他看就是說 他這個很讓社會大眾不容易去想像 你請假完以後 真的是就會黃袍加深 他出來講說不會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另外一股勢力在拉扯 朱立倫有他自己利益的一個盤算 馬英九有他的利益 這樣一個盤算 可是你看到一個幫國民黨一路這樣子說 怕沒有總統候選人出來參選 哪怕他是要拋磚引玉 畢竟他民調現在已經上來了 可是他每一句話 他現在每天 洪秀柱每天的控訴 對國民黨都是傷 每天在講 他才沒說白 你要今天出來講說 有人叫他四項 要他退選 這個對任何一個政黨來講的話 大家都承擔不起 我做一個公告 我如果洪秀柱 我做一個公告 大家都聽 男人不行 說不行 你如果說不行 我就出來 對不對 所以所以我會覺得說 不要小看洪秀柱 洪秀柱也許國民黨現在認為說 他是一個麻煩 可是人家如果民調飆高 老百姓喜歡他 憑什麼你一個馬英九 或者你朱立倫 或者其他你吳敦義 裡面幾個人就講說 他是一個大麻煩 為什麼 民眾支持你 支持你黨的這一些 黨最強的人 你卻在你的國民黨的高層裡面 認為他是一個大麻煩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到後面 夭壽會去喬 所以這個請假的一個內幕 不要太機關算盡 你郝龍斌當初 就上個禮拜而已 他在跟李四川喬的時候 哪有可能 郝龍斌身為一個副主席 也是一個召集人 你拍板跟洪秀柱談完 說不準算 一個李四川可以推翻 李四川什麼背景 我那時候做大麻煩議員的時候 李四川他只是郝龍斌剛上來幹市長的時候 一個新公處的一個處長 他根本就沒有受到郝龍斌的一個重視 後來跑到新北市去 幹了公務局長 馬上一下子跳到秘書長 再來跳到副市長 也就是說 郝龍斌看到你李四川 你該動作他兒子 為什麼他敢去推翻他 背後有人撐腰 是朱立倫 或者是馬英九的意思 不知道 但是這些是遊戲規則的一個改變 雖然是國民黨的教務師 但是也要對社會來做一個交代 我不管朱立倫他 我就認定是朱立倫 為什麼 朱立倫有配套 他先把這一段搞好 配套的搞好以後 他再宣布他要請假 春吉兄 所以大家就講 好在六月初 民調出爐以後 幹掉洪秀柱 朱立倫被徵召出來 他可以講 我有不在場證明 各位朋友 什麼叫不在場證明 兇殺案才有不在場證明的問題 一定是要把紅秀柱幹掉不是嗎 這不在場證明 好像說一副摩殺案要發生的樣子 那到底誰要當兇手 誰要被當受害者 不過我還是不太認為說 朱立倫真的是為了自己 當然他在他為這個負責 他在做這個布局 是為了最後自己要被徵召出來 我真的是覺得是太不好看了 自己徵召自己 或者別人黃泡加征 我認為就算他出來都是必敗 你如果問我 我是覺得說 現在如果把紅秀柱最快磚拿掉 出來都是一片瓦的話 我認為一定會出事的 對不對 瓦都不如磚 那如果現在勉強撐得上玉 這不是我的立場 是說站在國民黨慎選 又不是說吉蘭的慎選 國民黨很多深藍的吉蘭 都認為國民黨只是他們的 我認為如果勉強會超越紅秀柱 國民黨慎選有點機會的 應該是王金平 如果王金平出來勉強可以 你說吳敦義出來 把紅秀柱弄掉 換吳敦義會出事的 換江儀化也會出事的 換郝龍斌也會出事的 換這個剛剛你剛剛講 朱立倫大家都認為 我知道很多像聯合報這種 吉蘭的都認為說這真痛 歷史已經翻到新的業了 他們還在懷念舊的過去 這是找死 我認為說如果今天王金平出來 一個本土難對本土綠 可是重點是誰不讓王金平出來 所以我認為說朱立倫搞不好是故意說好啊 這就讓紅秀柱過不了 大家來徵招 搞不好還是跟王金平有共謀 OK 這個聽起來就有一點可能 所以說這個美美 所以說朱立倫如果到時候 假設計是這樣子 好 我就讓你們去弄 把王金平弄出來 他就跟馬英九交代 我沒在的跟我有關 是他們的 有這種可能嗎 這當然也是有種可能 但是我覺得馬英九 不會這樣上罷甘休 我覺得馬英九 我就是不讓你王金平出來 我勉強讓你當副手 已經我很委屈了 所以馬英九我認為他對王金平那種堅決要阻王的意志 是不會動搖的 所以再加上因為馬英九本身黨政軍手上一堆東西 我真的覺得馬英九是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 朱立倫一定還是要忌待馬英九 他畢竟是現在的總統 因為如果朱立倫要不甩馬英九的話 那時候就可以不甩了 之前啊 之前啊 這次王金平要領表 以前朱立倫說我跟你騎出的 人家領表沒關係啊 是不是這樣 結果那個時候 馬英九都沒有鬆手 他怎麼可能會鬆手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要不然 就是真的是朱立倫到最後 沒聽到才是受傷 因為我真的是有聽說啦 都說黨內不少人跟他講 又包括很多國民黨立委反應 他們害怕洪秀柱出來 因為洪秀柱出來 萬一母雞才死小劍的死鬼屁 那朱立倫我也聽說 就是說朱立倫 他自己大概知道說 總統這一局很難贏 那至少這個 立委這個選舉不能選到壞 那對馬英九來講 也要立委要選得好 因為他有好多案子嘛對不對 如果國民黨在國會能夠過半的話 也可以保住他下來以後 不會那麼難看 所以在這邊其實是有一些 共同的交集點的 因此就是說 不能排除朱立倫到時候出來 可是對朱立倫來講 他的盤算是什麼 他的盤算一定是說 我不要辭掉新北市長 我不要辭掉黨主席 特別新北市長這一職 他一定不要辭 所以也許他慢慢慢慢 布局布局到處 就這樣沒有人 告訴他沒有辦法順運大家的要求 那他就是重演當年 馬英九州道歉的戲 講了兩百多次 還不是出來選 那我現在就全黨因因之下 這個哀求之下 那我就是出來承擔 我也不辭新北市長 我覺得他也許會到最後 也許妥協會到這一塊來 我是聽說 有可能有這樣子的布局 那這是有可能走的結果 那至於就是說 這個這個吳敦義啦 這樣一話坦白講 他們真的卡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真的其實要吹起槍或我們大家所講一個正當性的問題 那這個正當性就是說 有些人也會說 不然你就跟洪秀主席一下 為什麼參加初選呢 要有民調 你這種不參加的不要民調 那他如果是專 那你們是什麼 你們真的就是瓦片嘛 是 所以告兵 我們在這邊 大家想破腦袋 不知道為什麼主理人要請假 可是他今天又講 我不是請三個禮拜 我只是這三天 6月3號 6月10號 6月17 向中常會請假 三次跟四點 有必要連續三天都請 然後又講說 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話 主席還是會來 那你請假幹什麼 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一定有問題嘛 而且不只國 不只民進黨 國民黨也有所謂的行動中常會 對不對 是啊 行動中常會 為什麼不能到新北市去開 因為他是國民黨 他不是行動 很簡單 我問我們國會 為什麼行動中常會 不能到新北市政府的 禮拜三的晚上開 沒有錯 這個也是一個 新北市議員大家都認真 開開開到二十四點對不對 開到十二點 報名要十二點嗎 主理人出宮 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能這樣開 為什麼一定要請假 可以解釋的 只有一件事情 而且講坦白的 你可以每個禮拜的 如果真的不能來 臨時請副主席代理 不就好了嗎 是 你還要先 事先講三個禮拜 很奇怪 這三個禮拜 剛好洪秀柱要 弄這個事情 等到三個禮拜 過後洪秀柱的 這個民調就是底定了 這個朱立倫很奇怪 他要選黨主席的時候 為了要衝票 衝高自己的票數 是 所以他去到全台灣 國地去自己的票 所以他還去台南 去李全教 唱什麼歌 你是我的兄弟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讓 洪秀柱有機會 北中南東 這樣市場就好好的說 你的證件發表會 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請問一下 有沒有可能朱立倫 在中 因為馬英九 用不當的壓力 去想要塞自己人出來 我告訴你 朱立倫講了十九次團結 黃金平講了五次團結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 應該要團結 你知道為什麼嗎 副主席講的 明天秘書長 就啪一點 副主席不跟我們不算 那更離譜的是 今天的媒體 今天晚報媒體 這個揭露的事 之所以會把副主席 郝龍斌的推翻 是因為 我事先不知道 他跟洪秀柱溝通 我天啊 你這個黨已經完蛋了 你知道嗎 你郝龍斌 自己本身就是你 提名審核委員會的召集人 是 那他去跟洪秀柱談 那你秘書長不知道 不知道 我隔天再跟他說 呼呼的庭來 我講的算 因為我代表主席 我天啊 這是一個什麼樣混亂的機制 我告訴各位 今天洪秀柱 就因為市場沒辦法辦 對不對 所以他自己今天請朋友 把攝影機架到他的立法院 復元長辦公室 自己去吧 你不要上網 所以隨著我請問一下 你認為 所以他認為 大家都講洪秀柱在演戲 你認為郝龍斌 李氏川跟朱立倫 他們沒有在演戲嗎 我用一個比方 就告訴你就好了 為什麼要講洪秀柱 他把那個網路架好 以後請人來拍 他要自己拍廣告 在YouTube放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八年前 馬英九有拍了一個 很競選的廣告 很震撼人 叫做我準備好了 洪秀柱的廣告也是 我準備好了 但是後面 國民黨有一批人說 我還沒有準備好 是 好 到底朱立倫為什麼 請問洪秀柱 有沒有可能就在這種程序 裡面被幹掉 還值得觀察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後來繼續 謝謝 各位民黨在台北市 發現國小八歲女童被人家用隨機的方式 合攏剌刺兩刀的慘案 現在府會都動起來 市政府當然要告訴台北市民 我們要做什麼 來保護我們的血統 市議會當然要監督台北市政府 你有沒有確實做到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火花 我們來看看 今天侯友宜副市長公開講 台北市取消互同專案 讓警方無法協助校安 是最重要的缺失 連警政署長都認同我的意見 警政署長認同你的意見 那現在你要恢復了 那我請問你 沒有 我沒有說要恢復 你沒有要恢復 我沒有說要恢復 我在檢討 從101年到現在 全國各縣市 沒有互同專案的執行 所以根本就沒有的 你老兄下令取消個什麼東西啊 那一個月也不用討論了 不是 我什麼時候下令 所以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嘛 對啊 所以不要看報紙嘛 蛤 不要常常看報紙看電視 沒有常常看報紙 就做了一個烏龍的決策 根本沒有互同專案 然後你下令取消 你剛剛又誤導我們 說要花一個月時間去討論 是怎麼回事啊 我一個月內 你今天忘了吃藥是不是 連你今天忘了吃藥嗎 柯市長連這樣的話都問出來 各位朋友 當然市議員要監督市政府 尤其監督市長 但是警察局長邱風光 他出來幫市議員會不高興嗎 我們不知道 但是好像有點得罪了市議員 因為今天下午又傳出了一段 二十六秒鐘的影片 標題就是說 秦慧珠痛罵 台北市警察局長邱風光 邱風光不再風光了嗎 我們看一下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告訴你 不是只有我關心 所有的小朋友都關心這個事情 我會前進做 你不會把你做這麼快 沒有用的我告訴你 邱風光我告訴你 那個陳偉氣大了 我告訴你 沒有什麼 明天 明天你們派人來想清楚 會 好 好那個秦慧珠議員就在我們現場 我想請教很多人都在問 為什麼說你這個仇極大 為什麼是這麼大的仇 仇在哪裡 第一個我覺得我們市議會有人偷拍 這個是非常違法 違反道德的事情 我要去查出來是誰偷拍 偷拍之後馬上PO上網 如果說立法院 我看有這麼多的助理 這麼多人進進出出 很少被偷拍 我們市議會已經發生 好幾次議員被偷拍 然後PO上網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不道德的 非常違法的事情 第二個呢 今天質詢完了以後 我對邱風光誤導市長 誤導大家 非常不滿意 我們決定明天要開一個記者會 明天早上10點 邀請這個警察局跟教育局來開記者會 我就請邱風光來參加 那他說他沒有辦法參加 所以我非常生氣 我就說你一定要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不然就派人來說清楚 我們的互同專案何去何從 這是整個影片的背景 那是在市議會裡面 是我的研究室 結果被人家偷拍 他也不敢拍到那個影像子 錄那個音 然後立刻就上網PO 我們聽說是某一位 某一位議員的助理 我們已經知道了 但是我要再還原一下就是說 這個互同專案是在今年3月底4月初 市政府經過市政會議 由市長拍板定案取消了27項警察的勤務 那發生了這個北投國小的問題之後呢 很多家人很恐慌 今天早上台北市包括教師會 國中家長會高中家長會一起開了一個記者會 要求市政府呢 要做好這個互同的問題 要恢復這個互同的專案 對不起 這個內容是這樣 你認為邱風光故意誤導市長 所以簡單講他說謊嗎 不是不是 我講講一下 就是說那邱風光 今天在市議會 我問市長 昨天那個許舒華議員 有問市長說 你要不要這個恢復這個互同專案 那今天我質詢的時候 邱風光上來 剛開始的市長是說 這個是他下令取消的 他沒有要恢復 他要隔一個月以後再檢討 邱風光上來以後 就誤導了市長說 這個是中央在101年叫停的 可是事實上 邱風光他完全搞錯了 中央叫停以後 台北市沒有叫停 台北市在101年 郝龍咪市長之後呢 一直到現在 柯市長上人都還在執行互同專案 而是到了柯市長三月份 要檢討警察勤務的時候 警察局就報上去說 有很多的勤務 對他們來講是榮事 負擔太重了 應該取消 市長就接受警察的意見 所以取消 因此這個互同專案是一直到今年的四月份才取消 那邱風光搞錯了 他誤導了 把這個責任推給中央 說是中央在101年就取消了互同專案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家長都很關心互同專案何去何從 到底警察局要不要互同 應該要說清楚 講明白 所以明天早上10點鐘我們有一個記者會把這個事情來龍去脈說清楚 是 妹妹不過因為我們看到很驚訝就是說這個仇結大了 所以很多人就在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他誤導 然後我請他來開記者會他又不來 是 妹妹 政治評論家替我們市民來看這樣一個事情 邱風光他當然也要為臺北市民負責安全 沒想到你說是一個仇結大了 怎麼來看這件事 我老實說啦 我說請議員不好意思 我覺得再怎麼樣 你想說這個仇我結大了 我記住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不適合的話 因為再怎麼樣 你是一個民意代表 你會讓他覺得說真的 今天網路上不少的評論都說建設回家 當然大家會感覺是說你搞錯了 就是說勤務期在2012年的時候就已經結束掉了 那因為秋風光 秋風光搞錯了 我先把話講完 對 我是說 因為你這樣的反應 網路上至少我看到的 幾乎很多的意見 就是我認為說 你第一你好大的官位 有必要到這樣子嗎 你有沒有尊重一點我們的警察同仁 那第二就是說 是不是因為你搞錯了 你被打臉了 所以見小東西 有這樣的反應出來 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說請議員 我這是非常忠心的建議 你是民意代表 那再怎麼樣 要讓我們覺得說 你問這 就是說好 你就是論事 你哪邊不對 前因後果 來龍去脈 你剛剛這樣講就非常好 可是當你對一個警察就講說 我把你仇計大了 而且是私底下講 是 被錄下來 但錄下來的行為不好 還是講說你這個公計大了 我對他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有很大很大的意見 對 可是那感覺是 我到現在都敢這樣講 那你們當場跟你道歉 他是不是拒絕道歉 所以你說你這個時候計大了 沒有 我沒有要他道歉 我們就事論事 第一個 他誤導市長 誤導大家也引起小朋友跟家長的恐慌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要來說清楚 他承認他的訊息錯誤嗎 他的部下就跟我說他講錯了 因為胡同專根本就沒有停止 一直到現在還在執行 是到三月份市長把他叫停的 不是一百零一年叫停的 如果說公事就事論事 你剛剛這樣就很好 你看仇計大 你感覺非常私人性 我坦白講 我給你記事 我給你記住 那種感覺 那我要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對話 是因為秋風跟我說 他跟我是老朋友 如何如何 他前面講的那一段 我才會去講這個 可是偷拍的人 這個不肖的可惡的偷拍的人 這個仇計大了 後面拍下來拖到往上去 你的仇計更大了 但是這個雙眼 我跟你講我看這個蘋果集團要講 秋風光很委婉的回應 我會全力做好 你知道秋風光身高多少錢 一八一八幾 秋霸子 秋霸子 騎大張 在那裡說我會全力做好 說好互同啊 是互同專案的事啊 其實秋風光在幹警察局長 這個藍綠 大家都認為他能力非常棒 他抗壓性也很高 只是說在議會那段質詢裡面 我看到的影片 至少我的感覺是說 秦遠你跟人家講說 那既然已經取消了 已經取消了 那你要揮護個 你當初就在質詢好龍斌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 幹嘛還取消 不是質詢市長 對你在質詢市長 就變成說 已經沒有的東西你幹嘛 還去把它做一個取消 也就是說讓我第一個感覺是說 你當初其實這個部分 你也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的 因為市長第一段說是他取消的 所以說嘛 第二段秋風光上來說 一百零一年已經取消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就已經沒這個東西了 什麼在取消 要取消什麼 所以我會覺得啦 有一點 網友為什麼會講說 你建設當初期 因為你事後 那個那麼強烈的一個指控 那當然大家會認為說 因為事後他們下面的部署來講說 根本就沒有取消 我倒認為 民意代表 在議事廳裡面 多凶 那個都很合理啦 都很正常 我覺得我在當民意代表 我也很兇啊 可是私底下你 高雄撞到這個 難怪被潑上去 你一定會 為什麼你又這麼生氣 那個是負面嘛 你才會那麼生氣嘛 可是啊 我也覺得說 針對 這個整個 柯市長柯P 在幹台北市長 藍營現在磨刀霍霍去砍他 我認為也都合理 尤其又進入到再來 如果中國國民黨 提名一個總統候選人出來以後 你說到最後他不打台北市 他要打哪裡 國民黨現在是執政啊 是 你一個執政的 你其他的立法委員 不可能去打自己啊 所以就把整個總統大選的重任 就拜託你們這台北市議員 雖然柯文哲不是民進黨的 但是這裡 其實把我們九合一大選 把我們抬到這個地方 換他抬到 我相信會有這樣的一個氛圍出來 其實我是覺得 至少在場上 前委員算客氣的 我在當新聞局長的時候 邱鋒光因為他是小內閣 他必須幫市長 提供一些訊息 所以他必須要講話 我當新聞局長的時候 洪秀柱 詞詢當時的行政院長張俊雄 張俊雄 那我要上去跟這個張俊雄院長 我要去跟他講資訊 前衛組怎麼說 什麼前衛組 謝局長 洪秀柱 洪秀柱說 洪秀柱 謝局長 我走到一半 下去 我再停下來 你不准上去 你給我下去 我後退兩步 洪秀柱低頭 我要往前衝 因為我是部署 我要給他資訊 他一抬頭一看 謝局長 你給我下去 你給我下去 哇大聲高嗎 我只好停下來說 報告委員 我不先上去 我不先上去 我等一下怎麼下去 我就這樣跟他講 但是 說實在 漂亮 像這種議會裡面的場合 再激烈 其實都沒關係 不過現在 這個影片一出來 當然可能會想說 邱風光怎麼見得 這麼不風光 而前委員 怎麼也這樣 對 沒錯 我事實上 還原一下主持人 剛剛講那一段 我記得前幾個月 我還把當年的那個 雜誌檔給你看 對不對 你客氣了 因為你還被罵 尖嘴紅腮嘛 對不對 我還記得 這個事實上 雙方各隊一半 邱風光所說的 也沒有錯 民國101年11月22號 警政署用公文 含全國各縣市 廢除富同專案 沒錯 這各隊一半 為什麼說各隊一半 那麼秦議員也對一半 為什麼呢 因為 雖然警政署下令了 可是各縣市 你自己可以決定 你要怎麼做 所以呢 後來當年的 臺北市政府 以去年為例 去年的臺北市政府 用個案的方式 執行這個 所謂的富同專案 總共出勤兩百餘次 我現在說的意思 都各隊一半 但顯然 這個等於說 柯文哲自己本身 對於這個公文 相關的觀點 不太搞得清楚 所以在二三月的時候 二十七項跟警察 沒關係的時候 我還記得當時提出來說 這裡都不用嘛 對不對 裡面有一項是 包括富同專案 那時候臺北市的警察 是怕不怕 因為很多權勿是不應該的 然後我們 我們回到 我們現在回到這個事情來 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 不是為了留姓缺同的事情 被割喉的事情嗎 對吧 可問題是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 應該是校園安全 因為富同專案 並不包括進去裡面 校園進行所有的安全 所以我們更應該把 學校園進行所有的安全 學校園進行所有的安全